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所以这次呢 我会在这个影片的分享呢 我会在淘宝1111的 到底会买什么 还有我在这个淘宝的购物车 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我将会在1111的时候 买 所以呢 我会把我的 这边荧幕呢 会有我的 screen recording 我的电话 因为呢 我会直接去开我的购物车 然后跟你们分享我会要买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先进入我将会买的衣服 还有一些书包的东西啦 过后呢就是 因为我有 有一点也被我的朋友影响 然后过后发现到那些 卡其啊 这些 brown 这种颜色的衣服 其实是还蛮漂亮的 然后过后呢 我就打算在这个 适一适的购买的这一个套装 也不讲是套装是分开的 可是我觉得它们两个这样搭配起来会很难看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鞋尖的这个吊带衣 然后我看到它有这一个卡其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美的 然后过后因为我加上我自己很少有这种 鞋尖的这种 吊带背型的 我觉得这个穿起来一点点好看 然后过后呢 我打算把 配搭这个上面呢 将会是这个休闲款的这个短裤 其实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另外一件的也是有它卖这种短裤啦 可是我看到这件呢 它比较挺 所以我觉得它搭配起来会比较好看 因为毕竟我上面的衣服比较休闲 然后过后呢 这个将会是我 买的这个套装 然后过后呢 我想到我要买一件衣服的话 买一个梳包 跟这个套装的搭配 所以呢 一旦呢 我就选了这个 这个也是被我朋友影响的 后过后 一旦呢 我会选这个 梳包的话 这个铁内看起来很有质感耶 然后过后我一直很留意 我要买这个褐色还是买它的黄色 因为它那个黄色看起来很 很牛 然后很那种很 好像那种浅褐色的 所以我不知道 我会要买哪一个颜色啦 可是我已经把它加入购物车了 然后过后就是 接下来看我要选什么颜色 所以我会想要搭配 那个 和卡其的颜色的衣服 跟裤子 能够被热束吧 所以这个大概是 我自己想象中要想的搭配 然后过后呢 因为1111嘛 我也是不懂 这次这个一起 我可以庆祝圣诞节嘛 可是我还是有买一些 红色的衣服啦 然后过后 我有看到这个李云小姐的这个裙子 好像很漂亮的话是 其实我也很不想再买波典的衣服啦 因为我 你知道它红色我就是买很多波典的那种款式 可是 就是看到这个裙子很漂亮 然后过后有点很 很class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会 买这件红色的衣服 一个就是我把它穿来圣诞 如果圣诞过不到 就是穿来新年咯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件的 就是这个油画系的脸群 我看到这个颜色也是很漂亮啦 也是我会 在这个 就是Christmas或是新年的时候 我会穿的这件 这两件裙子 我会打算购入 然后过后呢 在讲鞋子的部分呢 我会想要买一个黑色的靴子 然后过后 其实我每次好像 新年还是Christmas 我都会 买一件新鞋子来搭配啦 我会说看这个靴子 其实我也是找很久啦 其实我自己有一件那个靴子的 然后过后因为 我想要找比较高筒 然后如果我看到这个很高 它的根已经是4cm 然后它的上面那边是49cm 然后我就觉得它穿起来 会很帅气的好看 所以这个我会买 就是当着我的新鞋子 然后过后是这样的高跟鞋 那我真的是还没有打算 找不到我很想要买的高跟鞋 不然我就会去买 那个Grace Kid的一个靴子嘛 然后过后呢 这次的这个淘宝呢 我也是想要买很多帽子 还有收视 然后其中一个帽子呢 就是这个格子的这种 呃 然后我看到这一家呢 它是两 它是双面的嘛 所以它的里面 我买这个格子 它里面是这个黑色 然后我自己也是很想买一个黑色的浴服帽 因为就是感觉比较容易搭配 然后我看到这家 它这个折叠式的 其实它的很多颜色都很美 很好看的 可是我只是想要买 那个黑色这个款的而已 然后过后呢 还有另一帽子的 我也是很想要买这种 Nude Color的这种 北蕾帽 然后就是真的是 很好看的 我应该是 就是想要买女生或者是白色啦 然后过后就是看要怎样搭这些什么衣服咯 然后过后 这个是我买卡奇的 然后过后下面这点 它有白色的 然后过后我在想 是不是需要一点白色的帽子一身 它很好看 然后过后 哦不是 白色的呢 我可能会想要买这种 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的南瓜帽 也是叫北蕾帽 它这个呢是它的 前面有那个遮的 然后过后也是很可爱 我看到这个紫色也是很美耶 可是我又怕很难搭配咯 或者是我买两个 OK 就看怎样吧 我会选的是白色的那一顶啦 就白色黑色会比较好搭配 我看一下它穿白色是怎样的 诶怎么没有穿白色 可是它是有白色的啦 然后过后其实 然后过后再给我看一下 然后过后想买的耳环类呢 就是呢 我会想要买这个 秋冬这个小种 丝绒耳环 然后我看到它这个蓝色 这个紫色也是很美 红色啦 就主要是我买它红色 因为红色是穿 新年还有Christmas的时候的 可是我当我选的 我没有选到这个紫色 反而我选到它的 蓝色跟红色那一款 然后过后我再看到这个呢 它这个是 Amber 就是这个湖泊雅克力的 这种设计也是很美的 可是它这个呢 是这个 Reeben款的 我觉得特别的漂亮 虽然这个你带了起来 可能那个存在感 不是很高 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看啦 然后接下来我想买的耳环呢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勾入 因为这个是有点稍微贵的 可是它这个设计真的是 特别的高级感很漂亮 它有这种叫什么 神秘直包眼水地宝石 哇 超高级到很漂亮 就是看我会被勾入 然后它还有这个 这个戒指的 哇 最近也是很迷这种很复古的 这种款式的手势 所以我觉得还蛮想要尝试的 然后过后呢 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 这种是Build款的小向风 高级感的耳石 然后就是它有这个 珍珠在上面 跟那个中间 就觉得戴起来 特别有class 很elegant 然后感觉还不会很廉价的 感觉 所以这个也是我 我会买的一个 首饰啦 在这个1612 哦 对 我有一个高级鞋 我买的 我会在这个新年 或者是Christmas的时候 穿的就是这个 白色的这个 他马上分鞋的样子 可是我是看到它很 很elegant 然后很复古啊 然后我就很想要 很少有这样子鞋子 然后我就看到 它搭起来特别的有那种 很复古感 所以我就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看到那也凭将 它们穿起来都很美 然后我就觉得它配那种牛仔裤 也是很classy 因为它就是白色的嘛 就很简单的话又低跟了这种款式 我觉得很漂亮 另外一个套装我买的是这一身的外套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里面的那个内打 它那个小外套 还有这个裙子 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就很有那种复古感 然后我就买了它的整套 然后我希望那个裙子我可以穿得下 因为我买这种款的裙子 其实很怕就是肚子那边会先放 不然就自己穿不下 我已经是买了最大size的啦 然后我就是看它穿到很好看哦 很可爱的那种副衣服 所以一的是我可以穿这个白色 可以用那个白色的鞋子 然后接下来进入我想要讲一下 我会打上购入的一些彩妆 所以呢彩妆呢 我会想要买的是这个Color Key 跟这个Color Key 跟这个Toki Doki的这个脸皮 然后它这四个颜色其实都很美 然后过后我看到这个好像很多都断货了 所以不然我就想要买它的四个颜色 可是我在想 因为很多已经是缺货了啦 所以我在想我只会买它有的货肉 然后过后我是喜欢它这个有图案的啦 因为它有另外一款是它没有那个 马的图案在那个孔上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爱的collection 然后过后呢 然后在这个Color Key里面呢 我有看到它的这个Doraemon 它的这个我们先讲这个打亮先 它这个打亮真的是很漂亮耶 然后还有这个Toki Doki的印在上面 我觉得我会很舍不得用 然后过后就是很漂亮 超喜欢 然后过后呢 它还有这个Doraemon小叮当的这个collection 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怎么那么好看 然后过后这个呢是彩虹的系列 然后有这个Doraemon的印在上面 然后会有四种颜色 嗯 还没有想好要选什么颜色 可是这大概是我会想要买的 然后过后我要不要买一买它的这个 霧面的这个压光这个口口 也是很好看耶 然后过后就是呢 这个就是这个 我得了很久这个影盘 然后每次看到那些外国的youtuber 他每次分享然后 讲有多少多少 然后我就很想有 然后过后就是Oddent Eyes 它自己出过很多那种 很好看的颜色的那个影盘 然后过后这个呢 它出这个彩虹盘呢 我一看到我就想 我很想要买 因为我不是很想买 它那种普通款的眼影盘 我看到这个很特别 然后过后 我就很想要买 把它购入了 哇 我看到 然后过后呢 就是进入这个 玛丽袋奖这个口红 哇 我跟你讲 我看到这个口红子 我觉得很精致 它有这个上面 那个翅膀的那个雕刻 哇 我看到我就很想买 其实它很多那些款式 其实都很美 可是我就是看到这个系列的 就是特别的好看 然后过后它一共有四个颜色 是吗 灰 白 黑和红 然后我选的颜色是这个白色 虽然是不过我会不会怕很肮脏啦 可是 就是看到白色是最特别 很酷的那款式 然后它这个哦 是这个紫色款的 我加入的是这个是 等一下 它这样给修给你们看 没有 可是它这个白色款也是很美 可是我加入过后 是它的特别款的那个紫色 还是已经没有货了 哎呀 交不到 那样这个有紫色的 看到吗 不懂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紫色款 这个限定款的这个紫色 也是很美 然后过后到Kaleidos 嗯 其实我已经有它们之前 一个眼影盘了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再买这个 可是我一看到这个眼影盘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蛮喜欢的 然后因为它是全紫色的 然后过后 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紫色的 那个眼影盘 然后今天我这个装的 也是由Kaleidos 我之前买的它的眼影盘 然后过后再看到这个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在想会不会够我 不然的话呢 我只会买它这个 万华庆太空时代小芳荷 这个是那个高光 也是很漂亮 然后我只能看到Facebook 呃不 只能看到Instagram 一直在那边share 然后每次出很多新款 我一直在推这个产品 所以我还蛮想尝试的 然后过后就是Perfect Diary的动物盘 它之前我有讲过 我会不会考虑要买 所以我最喜欢的眼影盘 就是它的小果盘 还有它的茂密盘 当然它这个圣诞也是有它的礼盒 然后它这四个是它的热卖色 可是我就是喜欢 那个小果盘 因为特别可爱 然后过它的这个打亮 其实也蛮吸引我的啦 可是就是一直到现在 其实还没有下手欸 其实很漂亮一下 然后过后彩妆的部分 给我再看 啊就是这个花西纸的这个眼影盘 然后我想大家应该是都 在Facebook还是在Instagram 可能有看过这个眼影盘 可是就是真的是太美 然后很精致 然后也是很贵啦 加钱 所以我自己有加入过物车 然后不懂会不会也是会购物啦 太美了 然后过后就是应该 哦对对对我还要讲一个那个 Judy Doe 它跟那个 迪士尼的 它有跟Chick Mom 还有跟这个Donald Duck 还有这个 唐小羊的这个脸脸也是很可爱 还有这个腮红 因为它这个是铁罐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去购物 哦就是很复古很Q的这些包装欸 然后过它还有口红啦 然后口红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这个 腮红买了那个Chick Mom的 然后过口红可能就想买那个Donald Duck 就是很可爱 然后这个上面有那个图案的 特别可爱 好吧我觉得我就 这次就是我会可能会在 1111购买的一些东西呢 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把那些商品的资讯呢 的链接都会放在我的资讯栏里面 然后我希望你们 可以继续为我指光 多多切 在这个谁谁谁谁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衣裙 可以到几时 然后我们几时可以 穿这些衣服出门到 然后过我希望 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然后对我 这次的分享的这些商品的有兴趣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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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